水洗开始暴饮暴食 冰淇淋汉堡套餐一直就是两份 彩虹姐都劝不动 家里一团乱 水洗没心情工作 彩虹姐让她坚持坚持 因为违约金太高 一出餐厅 彩虹姐落了手机折返 水洗突然干呕 陆安迪立马冲下大奔 一个箭步飞到水洗身边 掏出骨齿手帕给她擦嘴 水洗以为吃多了恶心 一个就是说没事 不料两人亲密的举动被狗仔拍下 陆安迪想带水洗去医院 他却不想耽误工作 程说行思念水洗提前回国 不料一进房间 却发现了离婚协议 出个差回来老婆就没了 程说行人都傻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水洗 因为回来之前问了舅舅 水洗去外地拍戏了 找到烧烤店 程说行问欢喜 水洗在哪里 在欢喜嘴里 程说行得知水洗回家了 沐洗出车祸了 见姐夫什么都不知道 欢喜担心三姐夫妻出事 他准备晚上也回娘家 程说行来医院 沐洗还跟以前一样积极乐观 玩笑张口就来 他就放心了 一下车又是一顿兔 陆安迪想送水洗去医院 水洗以为只是肠胃不舒服 坚持要一个人走回家 不用了 我家就在前面 我自己回去 水洗呕吐不止 陆安迪觉得不对劲 你这种反应 不会是怀孕了吧 水洗一脸晦气 不会这么倒霉吧 怎么会呢 别胡说 没什么倒霉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陆安迪云里雾里 怎么怀孕了还说倒霉呀 水洗怕坐车又吐 要走路回家 反正前面就是 陆安迪不放心 跟着他送回家 这路这么黑 万一出点什么事 全是我的责任 你想害死我 帮他拿包还扶着他 没想到 陈舒航就在前面路口等水洗 你说你现在多大个人了 每天做事跟小孩 也怀疑你的智商 是不是为零 你才智商为零呢 这下子又要误会了 陆安迪解释 水洗不舒服 所以扶他回去 陈舒航粗王上身 质问水洗是真的不舒服 还是看到他才不舒服 不用你 拽住水洗要他解释 陈舒航差点被气死 立方说 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们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 水洗赌气 解释什么你不是看见了吗 陈舒航放开手 表示离婚协议 马上就给他 陆安迪强调 两人是清白的 陈舒航还是扭头跑了 水洗也拐弯 一个人回了家 白水洗 冷芙蓉有孔四海照顾 欢喜把女儿交给康城 立马赶回了娘家 水洗眼里带泪 欢喜很担心 欢喜 这么晚你还不回家 我们月圆现在可乖了 都不闹家了 陈舒航什么都不知道 还要从自己这里打听 她问水洗两人怎么了 姐 都看出来了 你姐夫之间肯定有事 水洗澄谎说 没有闹别扭 我们好着呢 别瞎想啊 下一秒又开始呕吐 异床的酸味零食 欢喜一看就知道 三姐怀孕了 姐 没事吧 没事 我就是有点恶心 水洗吐完 拿起早上测的验孕棒 整齐显示两条杠 我怀孕了 天哪三姐 恭喜你又跟妈妈了 欢喜乐坏了 立马要冲去告诉爸妈 水洗拉住她 一边哭一边让她保密 欢喜摸不清头脑 怀孕了是好事啊 怎么还哭啊 这出什么事啊 为什么不能告诉妈呀 水洗抱着她嚎啕大哭 欢喜 我跟舒航离婚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离婚了又怀孕了 欢喜都傻了 抱着安慰三姐 别哭了 别哭别哭 另一边 成书行哭红了双眼 决绝地在离婚协议书上 签下了大名 还粗暴地把戒指丢进了红酒杯 脚踩香链尔 肩垮爱马仕 一袭红色裹屯裙 水洗 成容满面 来医院准备拿掉孩子 摸着孕度 水洗 母爱泛滥 舍不得 但破碎的家庭 注定不能给孩子完整的爱 婚都离了 把孩子生下来 只会是悲剧 高傲如水洗 她不希望成书行 知道怀孕后 假惺惺地回头 难道要用宝宝 来拖住书行 留下来只会产生 更多的问题 这个孩子注定不会幸福的 下定决心那刻 手机响了 原来是陆安迪的电话 两人又被狗仔偷拍了 要立马商量对策 她要水洗 放下手头的事 派了司机来接 八卦编得太离谱 陆安迪扶了一下水洗 两人就被冠上难听的骂名 水洗庆幸没派到成书行 她不打算回应 陆安迪好歹是单身人士 她希望水洗夫妻出来澄清 经纪人唐姐请水洗帮忙 两人代言的广告 被客户投诉 要是不澄清 损失太严重了 水洗表示为难 到处两人已经离婚了 我跟我丈夫 分手吧 陆安迪以为是自己能害两人分手 问是不是那晚的事导致的 水洗解释 离婚协议在那之前就签了 彩虹姐希望陆安迪帮忙 因为水洗家里最近出了太多事 要是离婚的事曝光了 后果不堪设想 水洗家里人完全不知道 如果一旦曝光 这恐怕是要出人命的 唐姐表示理解 立马去做危机公关 尽量将损失降到最低 她叮嘱两人分时间离开 千万不能再被派到铜框 水洗向陆安迪道歉 害她卷入绯闻 她觉得消失一段时间 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陆安迪让她好好休息 表明自己不建议 反正娱乐圈 每天八卦满天飞 没有人会一直 揪着没证据的谣言不放 陆安迪心里愧疚 觉得自己害了水洗 水洗解释 离婚不是她的错 而是因为陈舒航变心了